但是想要做成一件事 就必须要经过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所以痛苦是一定的 但那个破了之后再训练不会更疼吗 对 一定会疼 就像我们老笋的疼也是 就经常膝盖里面有急液 然后就要把急液抽出去 然后再继续训练这样的 我小时候就是练舞蹈的时候 然后我就蹲下来 我让我同学都过来听 说你听我膝盖里面有咕噜咕噜 咕噜咕噜 有鱼 鱼 就像你们练舞肯定会有一个很痛苦的一个磨损 它其实就是总跳总跳总跳 我们也是日复一日的就是这样 就是食堂训练场宿舍